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大后,梁士雄顺利进入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并在70年前随学校一起从武汉南迁至广州。 我们就全部从武汉搬回来,原来选择这个地方都很放凉,很屏蔽的。 后来他们说,你不用看他身上翻凉,以后就是西中心。 那真的是,你看,很屏蔽。 我看到,我们刚刚回来,晚上不敢出去,烂离路。 我回来,从武汉回来,还要上台帮忙,推了一个三轮街。 这些,印象很深,想不到现在会这样子。 在广州美术学院,梁士雄,师承,乖山岳,离兄才两位大家。 毕业留校任教后,又长期担任他们的助手。 不断到生活里面去学生。 这个很重要,对我影响很大。 他不是靠相机的,不是。 我都不会拍相,也是画。 因为画过的印象很深。 所以受他们两位老师的影响。 广山岳说,他说不动,我就没有画。 广山岳说了一句。 所以他一定要经常到生活里面去写生。 我这个,经常到乡下去,农村体验生活。 所以大江南北,我都去过。 从西沙,西州,王山,强江。 王山我去过四次。 一次,两次。 因为他这个烟云变运很大。 所以每一次的感觉都不一样。 近年来,随着家人对梁士雄创作资料的整理, 以及梁士雄全集编撰工作的启动。 梁士雄的艺术历程得到更清晰的呈现。 其中,经典作品《向海洋宣战》的首稿就是一个重要发现。 《向海洋宣战》由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师生于1960年和画。 胡怡川、观山岳、黎松彩等都参与其中。 我都是画一些推车啊,什么东西啊。 那些小林、小人物,很多了吧。 很多人推车啊。 不简单啊。 没有什么机械。 完全是人工。 把这个海洋切腾。 工程很大的。 后来我们到湛江,以前那个工地看一看。 现在搞得很漂亮。 那个体验很漂亮。 幸福,八二致伊蔚将人。 南海,刘世红90。 感谢观看